欢迎回来 刚刚都提到黄金存者 是不错的一个投资 在现在这个股灾的时候 不过现在是高点 那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去 而且它未来 大家还要再观察 所以你观察一阵子 你还是可以有一些 考虑是如何去投资 不过现在回来 我们回来看一下 美国的一个债务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它债务太高了 而且占它的GDP 90%以上 所以有很多人很担心说 这一波是不是美国 也会像这个冰岛 希腊 这样国家破产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那全球真的就很担心了 我是不是请教老师一下 美国 你现在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 最稳的还是美国债券 所以你知道 它当这个 性贫被调降的时候 那时候当然只有标普 那人家就说 目的和这个会议 并没有调降 法国是这样认为的 说那干嘛担心 那么苏二说 我们持美债的策略 绝不改变 日本说 我们对它完全信心 那就是因为 它在第一时点的时候 除了投资散户 信心崩溃之外 其实它对企业界 金融 投资法人 去问的时候 大家是还蛮肯定美债 虽然它被调降 那其他的国家 基本上一路的相信它 而且法国怎么说 法国说 你要知道 AAA表示什么 表示 Extremely Strong 非常的强 那那个AA Plus 也不差 也是非常强 所以怎么会有问题 但是因为它从1917年 第一次被调降 这是一个image的问题 还有其实一个重点是 三家都把它做一个 negative的protect 就是负面展望 它的负面展望 造成投资人的心心恐慌 所以它又跌次 但是现在我是在分析就是 这个是有骨牌或联动效应 因为他们欠债 是大家又不太敢花钱 所以他们在8月1号 众议院269比161 投票过 虽然过了局在上线 但是也被众议院要求 你们要坚持 那个财次率 这个东西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两兆 一兆两兆 然后上两兆 下两兆 这个就造成了 这个当时标普 对它的信心才调降的 那么至于它会不会倒 我觉得在短期不太可能 可是以中长期来讲 我觉得世界在改变 我常讲说地球向西 向西再向西 我们都知道 之前是一个日不落帝国 就是英国的世界 伦敦 二十世纪在纽约 现在有没有可能 短到亚洲来 中长期 我觉得美国要撑盘 有它的一点的困难度 因为它的整个 所有的经济数字 都没有办法这么好 但是我从某个角度来讲 二十世纪的后半叶 它建立了全世界 它最能掌控的一切的东西 包括情资 包括资讯 因为网路 还有英语的使用 第二外语 所有的人都用英文 虽然现在很多人学中文 还有世界警察的角度 以及国际的军事力的掌控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它一直在 很容易 比较容易玩阴谋论 在国际玩阴谋论 它最容易的 从二十世纪以来 我们看到它多少次的阴谋论 战争的珍珠港事件 是最大的阴谋论 使它国际不被打到 有机会反攻 在1941年的12月7号 12月8号加入同盟国 那么货币的阴谋论太多了 你要知道对日本的 1985年的9月22号 在广场开的 要求日本升值 从250升到140的阴谋论 很明显日本跌10年 再10年先 再第三个10年 历史上有很多阴谋论 柯林顿的时候 在93.99 那时候也来了几十阴谋论 我觉得他们在货币上 对德法有过 对日本有过 那么对欧元局也曾经有过 就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 很清楚地知道 当他的币走到一定的时候 他要施以别的国家压力 像QE1 QE2 QE3 QE1是整个国际救世 QE2就是很明显 所以你觉得美国这一次 也有可能 我觉得他还会用一些策略 基本上他不好 但是他不会那么容易倒 不会有问题 不过这次欧巴马 他不是也不敢扣富人的税 然后又负债这么高 他怎么解决 我觉得基本上全球经济架构 还是微G2 就是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国家 来看这两个国家 未来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状况 那美国的部分 我觉得他手上还是有一些工具 可以去处理他本身的 目前所遇到的一个 债务过高的一个问题 只是说因为这次 在两党的一个角力的之下 欧巴马选择向右派低头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 就是财政紧缩的政策 去这样子做 那其实你去看嘛 就是说他其实可以透过预算的调整 因为整个预算有国防预算 什么预算一大堆的 但是他调整到的是比较会影响到 民间消费的这个部分的一个预算的话 那比较不利的 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巴菲特讲的很有道理 他可以考虑是科征富人税 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税收的部分 有所增长的话 其实相当程度可以去解决 财政部分的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后续要去观察美国 这个在两党的政治角力之下 是不是开始意识到 这对整个国家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那回归正途 就是开始去思考 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美国是一个 玩金融游戏非常高段的国家 所以其实中国人说 债多不愁嘛 美债持有最多的是中国 我反而觉得 中国是有影响力的 你认为是这样子 那个我在2008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一个国家摄入 买那个 持有那个国家越多的债权 它的摄入的国家 政治影响力越高 可是两个月后 我就马上改写了一篇文章 写说就是中国当时 原来是第二名 是次于日本 它当时只有五千多亿 那它其实加了两三千亿 就是在第一QE1里面 救世的主要的核心之一 但它急于救世之后 也变成全世界持美债最多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写过一篇叫 这个法庭是美国开的 中国要取而代之谈何容易 虽然它在美国 有最高的债权也有影响力 当然美元贬值的时候 对它是亏损的 对不对 它负债 当然它是债权人 它是亏损 可是对中国 它有可能要在世界上 在G2甚至抢到 在美国之前的话 它有时候会用另外一个思考面 当然我在大陆做了一些演讲 其实这G2 现在中国现在也在跟美国 在玩一些部分的国际金融阴谋论 这个可能要再观察 是 那面对这样的阴谋论 我就想问燕丽一下 其实说台湾的政府 是不是应该要看看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救股市 政府应该有哪些政策来因应 然后也让我们的股民 不要受到太多的灾难 我其实个人不太赞成 什么救股市 这个市场就让它自然而然的 自然的 对去做一个 这个自然的一个机制 那只是就像我们刚刚讲 因为台湾的财户真的太多了 那只要大家 这个股票一跌 心情不好 回到家夫妻之间吵架 然后打小孩 那其实呢 甚至会引发一连串的一些社会问题 所以不过我觉得说 其实这一次政府护盘坦白说 我觉得做得还蛮漂亮的 还算蛮成功的 包括说他其实并没有花到 100亿这样的一个资金 他有节奏的 包括说刚开始 他说台湾经济很好 虽然事后证明并没有那么好 所以在政策上 他们也许应该要顾到这些产业吧 我个人觉得不要护盘 第二件事情 你赶快去想一下 接下来台湾受到那么多的影响 我们怎么样去发展一个 或者是说 比如说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或者是我们要 怎么样建立我们的内需市场 或者是去补贴更多的一个穷人 我觉得说 去度过这样的一个艰困的事情 这是更重要一件事情 这讲得很好 我想补送一下 这个 谢谢